2018年的夏天,对于曼城后卫门迪来说,那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刻。 虽然在上各赛季遭遇严重伤病,门迪还是得到得上的征兆,跟随法国国家队出战俄罗斯世界杯,凭借着坎特、姆巴佩和格列自曼的出色发挥,法国在世界杯决赛击败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比亚,成功得得世界杯冠军,历史上第二次捧起大利沙杯。 虽然门迪在世界杯期间出场次数仅有一次,但他也成功获得世界杯奖杯,还捧起了大利沈杯。 我想,如果可以交换,梅西宁愿用五个金球奖来换一个世界杯冠军。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,门迪也成为了最幸运的球员,虽然整整一年出场不到十次,但他却在荣誉布上卸上了三个重量级冠军,世界杯冠军,英超冠军和联赛杯冠军。 门迪成为历史上最强的躺冠之王。新赛季开始之后,门迪依然深得瓜迪奥拉信任,依然还是曼城的主力后卫,在出战的五场比赛,中共现四次进攻,成为这个赛季最具进攻力的后卫。 但是这个时候,24岁的门迪开始骄傲起来了。 根据著名媒体高的曼城跟队记者报道,由于不职业的表现,瓜迪奥拉开始对门迪失去了耐心,门迪在上个星期因观看拳击比赛,迟到了三小时才参加球队的恢复性训练,这激怒了瓜迪奥拉。 他让门迪自我检讨,并让他一周内不能和一线队训交,而在曼城最近公布的欧冠小组赛大名单中,没有任何伤病的门迪被瓜迪奥拉移出大名单。 作为最幸运的抗冠王,门迪应该努力训练,用出色的表现证明自己不是靠运气夺冠而已,但他却用不职业的表现激怒瓜迪奥拉,导致自己被移出大名单,这实在是不应该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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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